2017日立慈善杯女子高爾夫精英賽精彩賽事開打 邁入第九年的日立慈善杯 柔和體育與慈善的精神 不僅是全球女子高球賽的首場賽事 更已然成為台灣高爾夫球界的指標賽事之一 每年吸引眾多球迷前來共襄盛舉 並得到全國民眾的矚目 舉辦數年來 賽事規模不斷升級 每年均有超過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好手 前來角逐後冠 台灣球後曾亞妮更是首次出戰日立慈善杯 讓賽事更加激烈精彩 那今年是我球技的第十年 然後終於就是在行程上 然後可以排開來 然後回來參加這場比賽 那我覺得就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可以回來參加 然後也真的很謝謝陳總 很謝謝日立給我們這個機會 給所有台灣這個機會 讓我們在各個的循迴賽 一個開賽的熱身 那我覺得很開心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希望 這次我們台灣選手 可以把這個獎杯留在台灣 日立冷氣有感於在大環境不景氣下 公益團體需要更多 來自各界的關懷與協助 秉持這段信念 也本著取之台灣 用之台灣的企業精神 數年來不間斷地舉辦 日立慈善杯女子高爾夫精英賽 以幫助社會所需者 和創造國內職業高爾夫選手的 培育環境為目標 更將散事所得 捐助九大公益團體 和能拋針引玉 喚起社會大眾的共鳴